嗨 大家好 我是丹蒂 看到我後面 白馬馬一片 沒錯 我又來爬 阿努普里的 山頂了 這次不是我一個人 這次呢 我們有一位 重量級來賓 你又重量級 嗨我是 開海盜女婿接 嗨 好累喔 時隔一年之後 我們終於又一起 回到了這個地方 上次我們沒有一起爬山了 這次 一起爬山了 那我們這邊還有一位 從柳壽都 遠道而來 開了30公里的車 結果他剛剛爬的過程中 他的感想是 我爬了三分之一 就想說為什麼我在這裡 我在爬山呢 我不是在花雪的嗎 對 你在哪裡 你在幹嘛 到底在做什麼 好累喔 真的好累喔 好我們距離山頂其實還有 一小段路 我們等一下就 繼續努力 加油 到了到了 發出登頂的歡呼啊 登頂喔 可以扛這個Skid的人 比個讚 扛Skid實在太強了 三角點 去 到一下三角點 好多人喔 耶 我們又來了 阿努比利 1308 這個標牌這邊啊 上面都是一整塊的冰塊 但是呢 來帶大家看一個更有趣的奇景 你看他的頭髮 結冰了 大家有看過霧松 有沒有看過霧法呢 奇景啊 北海道奇景 那從這邊過去呢 往那邊走呢 就可以往 後山前進 這個呢 原本也是一個 指標牌喔 但是他已經變成 這個樣子了 一個 奇特 的形狀 這個是被風吹出來的喔 風向可以說是從這邊 往這邊吹 他就 把它積在上面的雪 變成這樣的形狀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今天戴的這個雪鏡喔 它是 一個台灣廠商 White 的 雪鏡 然後 這個是它最新款喔 是有磁吸式狗塞的 然後 鏡片有做防務處理 確實喔 我剛剛 我平常爬這種爬山啊 就是我通常 雪鏡會脫掉 然後戴太陽眼鏡 雪鏡會收起來 為防止它起霧 那今天我就 刻意測試了一下 欸不錯不錯 防務功能還不錯 然後 鏡片本身呢 也看得 蠻清楚的 對比性蠻多的 那大家 可以參考一下 支持一下台灣的廠商 好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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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他們要下山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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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